嗯 小翔小翔 啊 你不是喜欢拖宝战士的变形玩具吗 对啊老爸 老爸今天给你带来这一款 拖宝战士银河侦探三合一的 新和号 我以前要问个拖宝战士的新和号 还有新要号 老爸你今天又给我买了一个这个新和号啊 对啊 我去这个新和号是由这个 超速猎鹰 海浪狂杀 还有这个光样狮王组合而成的 你们看啊 这个看着就非常的帅气啊 那非要不如说我们直接把这个开箱 这两个红色的部件是海浪狂杀的车头部分 这个是它的车尾部分 这个下半身是光耀狮王 上半身是超速猎鹰 这也太帅了吧 这里还有他送的一些卡片 就是这三个合体的 首先我们把海浪狂杀给它合体 这里要给它先搬上来 搬到最底下 然后呢 给它卡在海浪狂杀这两个地方 给它卡进去 这里呢 就是把这个先给它搬起来 新和号合体完成 这款玩具高中玩都要凭角色形象 外观非常的炫酷 前面材和优质材料安全无害 而且它的关节部分都是可以灵活摆动的 它现在是三个一机甲形态 我们把它变成三个载具形态吧 首先我们来合体最紧张的海浪狂杀 先把这两个给它拆下来 好了这个海浪狂杀的载具形态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它是一辆这个汽车 开起来呢也非常的顺畅 首先按下这个红色电话 它们两个给分开 光药狮王变形 光药狮王变形完成 它呢也是一辆机车 开起来也是非常的适合 超速猎音变形 好了这个超速猎音就变形完成了 它试一下这个飞机啊 看上去啊非常的帅气 脱宝那次变形玩具啊 可真心的不错 非常考虑小朋友们的动手能力 没有玩过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去试玩笑 真的非常的好玩 守护银河 脱宝出击 表现赤你 上天肯应当的故随